新冠肺炎疫情从今年初开始在全球蔓延 各地防疫物资陆续传出缺货情形 为了稳定国内保有充足的物资供应 经济部从2月开始组成了国家口罩队 花莲后备指挥部的官兵也轮流前往前线支援 为了感谢他们的辛劳 市长魏嘉贤日前特别前往工厂慰问官兵 并且颁赠了3万元的加菜金 日前花莲市长魏嘉贤在民政客长潘唐胜的陪同下 前往了宜蘭东三乡的口罩原料工厂 慰问花莲后备指挥部的官兵弟兄 他们是在2月初国家口罩队刚成立时 就从花莲赶赴宜蘭支援口罩生产工作的前线人员 我们自从接到指挥部的命令之后 我们从2月份开始就陆续派了将近每天9个人次 来这个加股新月股份工厂来实施口罩的原料厂的制作 到今天为止在这个工厂 已经将近有700人次来生产这个口罩 那官兵弟兄都非常的辛苦辛劳 在帮助我们国家来实施口罩的一个生产作业 花莲市长魏嘉贤为了感谢他们的辛劳 除了颁赠3万元的加菜金之外 也带了许多物资干粮 就是要肯定他们的努力 也展现出君爱民 民爱君的精神 那最主要谢谢我们后备指挥部号 这边动员了非常多的一个官兵弟兄 还有我们的民情的人力 那李指挥官也特别的在这段时间里面 周策劳顿也一直来看我们这些官兵弟兄 到宜兰的一个口罩原物料生产的一个基地里面 来协助全国防疫工作 能够生产口罩的一个原物料 能够顺利的制成 而且从过年到现在 其实花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跟人力 就是为了目的就是要保护我们所有的全国民众 在此我们有很多花莲子弟 也特别来感谢他们也关心他们 市长魏嘉贤也表示 感谢国君官兵弟兄 投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工作 也要感谢企业在这段期间愿意提供厂房 全力投入口罩原料生产 才能让国内疫情稳定下来 并且也期免大家 不要因为国内疫情趋缓而有所松懈 平时还是要做好基本的防疫工作 记者 徐丽晴 东三香报导